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相关部门称 根据举报信息 调查阿里巴巴集团实施二选一等垄断行为 阿里巴巴集团随即在其官方微博回应 将积极配合监管部门调查 目前 公司业务一切正常 从蚂蚁集团上市烂尾 到前几天下架所有互联网金融存款产品 再到这次的反垄断调查立案 阿里集团的寒冬似乎愈加恶劣 那这次阿里集团到底为何被调查呢 作为中国电商巨头 阿里被调查是否意味着中国正式开启互联网经济反垄断潮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关于阿里被调查的原因 目前已知的信息主要来自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 该报道称 调查原因是阿里巴巴集团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 那到底什么是二选一垄断行为呢 二选一的争议由来已久 2015年 双十一网络促销活动后 另一家中国电商巨头京东就向监管部门举报 阿里巴巴旗下的天猫商场要求商户只能在天猫和竞争对手京东之间二选一 2019年 京东以此起诉阿里巴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随后 拼多多 唯品会等其他电商平台也加入战局 申请以第三人身份加入诉讼 值得注意的是 京东和唯品会背后的重要股东为腾讯集团 事实上 腾讯集团在2014年为齐虎的3Q大战中 要求用户二选一 卸载自家的QQ或者对手的360 齐虎因此起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不过 两次审判中 齐虎都败诉 阿里巴巴为何此时因二选一行为被立案调查尚难以判断 但这并非是今年阿里巴巴第一次遭到反垄断调查 12月14日 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就针对阿里巴巴收购盈泰股权 为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 做出处以50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阿里巴巴确定被立案调查的同一日 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文称 此次立案调查并不意味着 国家对平台经济鼓励支持的态度有所改变 恰恰是为了更好规范和发展平台经济 引导促进其健康发展 但是这次阿里巴巴可能不会再像上次那样轻松过关了 因为这次的立案调查来势更凶 且或不担行 因为就在同一天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称 四大监管部门近日将再次约谈阿里系的另一家巨头 蚂蚁集团 蚂蚁集团随即表示 收到监管部门的约谈通知 将认真学习和严格遵从监管部门的要求 不折不扣地做好相关工作的落实 11月初 蚂蚁集团蓄势待发 准备在沪港两地同步上市 有可能成为全球史上最大IPO 11月2号 该四大监管机构集体约谈 包括马云在内的蚂蚁集团高管后 3号 上交所及公布暂缓蚂蚁集团上市的决定 短短几天时间 中国最大的网上金融公司蚂蚁集团 经历了高处跌落的痛感 不仅如此 蚂蚁集团还将面临最新监管规定的制约 未来蚂蚁必须思考和调整经营模式 以符合新的监管规定 而即使最终得以上市 估值也是比影响其估值 那这次中国政府启动对阿里集团的反垄断调查 是杀鸡尽猴 还是像欧美国家一样 至此开启中国互联网反垄断潮呢 事实上现如今 包括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 整个中国互联网经济都面临反垄断压力 12月11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首次明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随后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 也专门提到了相关反垄断议题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称 这个信号是非常严厉和明显的 敲打的意味很强 层级越来越高 高层一直在呼吁创新 但一些资本不专注于创新 总是想逃避监管收割韭菜 而中国官媒也发声直指 互联网企业间掀起的社区电商热潮 掌握着海量数据 先进算法的互联网巨头 理应在科技创新上有更多担当 有更多追求 有更多作为 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 几斤水果的流量 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 未来的无限可能性 其实更令人心潮澎湃 从中国官方的话里话外 我们可以看出 监管部门已经对现如今 中国互联网的现状 与吃相相当不满 虽然各大巨头间的价格战 实实在在地便宜了广大老百姓 但是的确对国家的科技创新 与发展来讲 没有丝毫的用处 小编的确觉得 目前领跑各个领域的 中国互联网头部公司 是时候反思一下 未来的战略打法了 且不可只求眼前力 放弃了自己所肩负的使命与理想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